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我是卡路斯 由開始介紹創想的打印機到現在 已經有很多集跟大家講過3D打印機的技術 究竟卡路斯是如何在課堂上 將3D打印機的技術交給學生 今天我就打算使用我跟中二同學 一起設計和製作的3D打印木頭笛 來做一個示範講解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其實我手上的3D彈木童笛 不是整支都是3D彈的 只要是吹嘴部分3D彈而成 其他部分都是用PVC管 而用正常的DNT技術去切磚打磨和粉色 我記得大約在五年前 卡洛斯第一次用這個方法去製作木童笛 主要原因是傳統手工技術 根本不可能做到這麼精細的笛咀可以吹響 而我成功製造了這種笛咀之後 還用這個方向設計了一個課童教學 貫穿音樂和Stam的教學 而還利用這個課童設計 獲得了行政掌管卓越教學 音樂範疇的嘉許獎 之後我還教過無數學生和師傅製作 所以我認為用3D彈音機來彈音這種吹嘴 才可以真正正用到3D彈音機的優點 而不會像坊間有些雜作 為了3D彈音而3D彈 至於進行雜作的時候 用哪種3D彈音機就沒有一個特別要求 傳統的CRO系列 或者ENDER系列 也行 即使用無限Z彈音 我也曾經試過成功 至於耗材選擇方面 當然是用PLA 因為它是用粟米基因去提煉 咬下咀咀比較衛生 而顏色方面 其實也可以由學生去自己選擇 看來選擇 不知道要選擇什麼顏色 這個圓桿很漂亮 由於每個學生都有自己個人的風格設計 所以我會任由學生挑選自己適合的顏色 然後將相同顏色的設計 組合一起打印 剛才已經說過 這個木和笛吹嘴的設計 不是單純一個結構 而是因為它要真正發出聲音 所以裡面的設計是比較精密的 於是我並非叫學生從零開始 用一個類似on shape 等等的軟件來制舞 反而今次我是在TingerCat 裡面 開了一個Classroom 讓學生載入我給他們的飯本 而在上面加添他們自己的設計 由於這次是他們第一次使用3D彈 所以他們是完全沒有設計的經驗 例如這個同學做了一個圓胸的眼鏡 他就完全不知道要加支撐的麻煩 好像這個同學 設計到顆星和五字 是離開了嘴子 亦都打印不到 那就要教他們怎樣把物件對齊 而最重要呢 千萬不要把物件塞住了吹嘴 如果不是吹嘴就不能夠發聲 哎呀最離譜都是這個暗黑的設計 骷髏頭都沒有問題 但是蝴蝶呢 因為太薄的 根本就打印不到出來的 我就將這六個選了黑色彩的同學 放在一個Tray 裡面 由於木和笛嘴 中間是空心的 所以是絕對不適宜於加Support 因為在中間如果有支撐物 打印出來很難撕走的 所以我完全不修改參數 不加支撐之下直接打印出來 大約用了九個小時之後 打印完成了 如我鎖了 暗黑設計就失敗了 不單沒有了蝴蝶 由於沒有支撐的緣故 連骷髏頭的下巴都爛了 簡單一顆星 就應該是沒問題的 但是大顆星就沒那麼樂觀 因為下面那兩隻星角 又因為沒有支撐物而爛了 所以經驗就告訴我們 簡單的設計往往是最好的 而一個木和笛嘴的設計 又真的不需要太花巧 好 看看最後一個設計 又是死狀恐怖 眼鏡因為沒有支撐 又是爛了 其實這一盤打印的試驗 我正正是想拍出來做教學影片 告訴同學 不修改參數之下 就會有這樣的打印失誤 那究竟在設定Cura的時候 又有沒有辦法去修正這些問題呢 首先我必須一再強調 打印木和笛嘴呢 和打印一些配件 結構件或者外殼要求上都很不同 因為我們不單止要求外型美觀 達到標準這麼簡單 而要它真的出到聲 所以我們對出風口這塊薄片 有特別的要求 如果用Cura Default的0.4 在某些打印機就會顯得大薄 所以我就把它改為0.6 另外由於吹嘴主要是一個圓錐體來的 噴頭一圈圈地轉 如果每次都在同樣的地方開始和終結 打印完出來 就會出現後面有一條拉鏈位 另外由於吹嘴要放入口去吹 進行吐音的時候 要不斷用舌頭擊打一些位置 所以這個面子這樣粗糙糙 舌頭會很痛 我們看看這個有什麼不同 不見了拉鏈位 還有吹嘴的頭 就是比較滑 這兩件事 只要在Cura的參數裏面 切定一點就能做到 我們試一下不修改之下 做一次切片 簡直是會看到條拉鏈 還有表面細細細 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Cura Preview的精確度 真的挺高的 好了 現在我們打開所有的參數 走去Wall裡面的EZ-SIM Alignment 由User Specified 改做Random 每次在隨機位置開始 就不會再出現條拉鏈 然後再去到 Top Bottom之下 將Enable Ironing 開啟 這個設定會使用到最後一層的時候 噴嘴只支出少量的物料 從而將表面擠壓得比較平滑 再切片一次之後 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拉鏈不見了 而看一下表面 在第三百七十九層的時候 都還是很多紋理的 去到三百八十層 就被噴嘴掏平了 而最後呢 我們在沒有辦法之下 都要為這些特別的吹嘴設計 加回支撐物 但是如果就這樣普通加法 就會將所有圓空的地方 都加上支撐物 打印完之後 中間的支撐物 就很難去除去的 不用怕 在左邊的Menu裡面 有一個Support Blocker的功能 我們針對不想加支撐的地方 就分別點上一些 Support Blocker 你看到我把插口的地方 那五字這個地方 以及出封口的地方 都加了Support Blocker 只是剩下五角星 下面那兩隻角沒有加 這樣再做一次切片 效果又會怎樣呢 已經情況很清楚了 似乎只是為了這兩隻尖角 做了少許Support 或者將其他兩個 有相同問題的設計 都放進來 同樣用Support Blocker 去處理了他們 問題似乎解決了 但是由於做了Support 三個嘴 已經用十個小時了 所以做支撐 時間真的要多很多 經過今天講解之後 希望大家真的能夠 適當地用3D彈的技術 將他跟學生正在進行的 STEMP Project結合起來 靈活地運用機器 以及耗料的資源 再配合細緻調教打印的參數 讓你的學生真真正正正能夠把握 這種新時代新科技 為STEMP教學帶來的貢獻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了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你訂閱 加讚 和分享出去